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节目导师 我们回眸2011年的中国围棋 最重要的赛事 当属贯穿整个一个年度的 2011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了 如果要我们用一个词 来概括形容这个赛季 那无疑是黑马狂奔 2011年围甲联赛最大的黑马 当属辽宁绝华岛围棋队 这支队伍由昔日的天煞星 刘晓光九段挂帅 麾下彭拳七段 服役孟太林 唐伟星两员小将 再加上韩国外援赵汉成九段 赛前连主帅刘晓光自己都承认 在全部的12支围甲队伍中 这样的阵容客观的说 只能位居中游 但是22轮战霸 辽宁绝华岛队 凭借最后一轮3比1 大胜重庆冷酸林 硬是将昔日的七冠王踩在脚下 毫无争议地登上了冠军宝座 这匹黑马可谓橙色十足 2011年的维甲 不仅冠军是匹黑马 那各个奖项的得主啊 都是黑马狂奔啊 除了最有价值奖 被成名已久的谢赫其段夺得之外 2011年维甲联赛 其他个人奖项 全部是少年英雄的天下 其中最佳主将被16岁的小将范廷玉夺得 他代表爱慕先生队 全年20次出任主将 14胜6负 主将占的胜率高达70% 成为本队成功宝级的最大功臣 而最多胜举奖的得主 米玉婷同样也只有16岁 本赛季他代表大连上方横业队 占满22轮 成绩是16胜6负 胜率达到惊人的73% 同时他也获得由奇迷在网上评选出的最佳人气奖 此外最佳新秀奖被19岁的唐伟星摘得 少年英雄横空出世 2011年的金利智能手机杯围棋甲级联赛 可以说是少年英雄的摇篮 我们也是期待着他成为中国围棋世界冠军的摇篮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赵首巡武段 为大家带来违甲级粹 咱们一起来回顾2011年金利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精彩瞬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本期节目中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2011年金利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中的两局精彩对局片段 今天要讲解的内容呢都是和一个围棋术语有关 它就是挖 大家知道这个挖呀和其他的术语 比如说长啊斑啊之类的还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这个第一点呢挖是比较少见的 第二点这个挖一般都是和妙手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我们在欣赏这个维甲联赛的高手们对局中 如果出现挖的话一般都是很奇特的场面 是很妙的妙手 好我们就进入棋局看看这个 今天和挖有关的两盘棋的故事 那第一盘呢是秋郡之黑对吴光亚 我们看这盘棋是杀得非常激烈 现在棋已经中盘过半 在右下角这个白棋是尸横遍野 全部被黑棋吃掉了 那么在中辅呢黑棋也是死了一大坨棋子 我们看现在这个局面的焦点啊 就是在于上边如何的定型 这样也是由于上面是很空旷的地带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容易想到的 但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审视局面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的偏差 那么这盘棋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说的白棋看上去已经把黑棋中辅 牢牢的吃住 看上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实际上呢在秋郡的眼里并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白棋是存在一定弱点的 但是实战中呢我们看乌光亚他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他是走了一个扎钉 无垠置疑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大的棋 白棋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一点脚 这会让白棋非常痛苦 如果挡这边显然是不肯的 这个方向非常的不好 那你如果挡在这边的话呢 黑棋由于这个打吃先手 那这样两打先手 那再一点 这个脚将活得非常的大 不仅如此 还把白棋外围分断 所以说这也是白棋难以忍受的 那也就是说这一点 会让白棋很痛苦 所以说白棋实战走这个钉 看上去是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是这排棋的败招 那这招棋还是只有在中间补棋 比如说间接的补可以飞下来 本身就是一部比较大的棋 或者是走在这一带 也是可以的 这样呢是还是一个局面还比较早吧 双方都可以接受 那实战白棋走在这 黑棋亮刀了 我们现在看看最简单的下法 黑棋比如说你直接断在这 这个怎么样 那白棋就打吃 白棋就简单的一冲 这样收器呢是黑棋慢两气 这样我们就不用继续摆了 这收下去是黑棋慢两气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乌光亚肯定在此处就是有一些的大意 他觉得这个杀器是明显黑棋不行 所以说他也就没有仔细的去想 但实战黑棋这个邱骏 果然是这个飞刀非常的多 他实际上是下了一个袜 这个袜就是可以说决定了本局的胜负了 这条棋太妙了 这一走之后白棋已经陷入了困境 首先白棋不能打吃 如果打吃的话黑棋挤 这个挤是先手 那所以说白棋这样显然是不行的 那白棋留给白棋的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打在这 那第二个呢就是打在这 我们逐一的来分析一下 如果打在这 黑棋断 把白棋提 这样换了几招之后 黑棋再来断 那你如果还是收气的话 比如说你还是这样简单的退 那这个一挤 这个我就随便了 比如说斑或者挤都可以 那这样呢黑棋三挤白棋两挤 这样白棋反而被杀了 白棋这个时候 这个往外跑显然也是不行的 这你如果这样跑 被黑棋一冲 这个棋筋就被黑棋吃死了 所以说跑也跑不掉 那杀气也不行 怎么办 白棋其实这时候还是有办法 只有一种下法 就是打吃 打吃之后呢 捡在这 这样收住黑棋的气 在局部来说呢 这样确实可以把黑棋吃掉 我们看黑棋冲 白棋退 这个时候黑棋气紧 不能挤 所以说黑棋 只有断 这样白棋 先收打吃 之后再去收气 这样是刚好可以吃掉黑棋 但是我们看这个白棋 也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在外面被黑棋先手 包成这样 还要去收气吃 这个胜负显然就不用我们再做判断了 这白棋肯定不行 那实战呢 白棋是看到了这个变化 所以说白棋 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法 在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是选择了冲斥这个 有了这招交换之后呢 黑棋继续断 这个先手撞了白棋两棋 白棋打了 黑棋撑了 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 就先把这个四个子戒住 这个是先手 白棋要做活 再来挤 这挤的时候 白棋一看没办法了 你如果接 那黑棋一接 这样杀气 白棋是慢一气的 所以说这样只会越死越多 那他实战之后 提掉 黑棋吃 黑棋把这三颗棋子吃掉 不仅救回了自己 而且还吃出了六木棋 非常的大 那这招棋可以说是有逆收 接近逆收二十木的价值 在全盘已经进入了后半盘阶段的时候 这个逆收二十木实在是太可观了 太厉害了 所以说这样呢 也就决定了本局的胜负 好 那么这盘棋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待会我们来欣赏一下第二局 好 那我们来继续欣赏第二局 这盘棋呢 也是和这个蛙有关的一盘对局 好 我们进入棋局 这盘棋呢 是由李应九 直黑对吴光亚 我们看 下边是黑棋的大量的实地 那上边呢 也是黑棋有一块正式 白棋就是在这个棋盘的左边啊 有一块非常大的一个大模样 那么现在总的来说呢 是一个细棋局面 但是是黑棋比较 实地比较领先一点的这个细棋 这个时候 现在棋盘上的焦点是在于右上角 右上角 我们看白棋呢 这是一个标准的大猪嘴 显然是不是活棋 这白棋走的话 补一个才是活棋 但是如果白棋补的话 那这个黑棋 比如说简单的刺 然后飞 白棋如果围 这样黑棋贴 这个双方 各为各的 这样的话呢 是黑棋 要小胜的一个局面 这个白棋是不够的 所以说看到了这一点 这白棋呢 当然就不能简单的补齐了 白棋实战呢 是选择了一个拐阵 这拐阵也是 很有道理的一手 因为白棋拐阵之后呢 给黑棋留下了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很严厉 比如说黑棋直接来杀白棋 加 这样的话 白棋呢 先把黑棋断掉 这个非常讨厌 如果要是黑棋退一个 那白棋再来打结 这个局部还是一个打结 那这样打结的话呢 就是一旦白棋打赢 那这把这颗棋子杀出来 黑棋这个右边将会被白棋吃掉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个结啊 是非常重的 你如果不退 这个也没有旗下 你如果拐车它就跑 在上面打就不用说了 这人家就活掉了 那你下面打 白棋就先跑 一样 黑棋还是很重 这个局部来说呢 无法净杀白棋 如果结 它搬一个 就搬在哪边都可以 这样显然是一个打结 所以说这个白棋拐阵啊 看上去是一部好棋 那黑棋呢 暂时不敢 举步来说 不敢去跟白棋打结 但是实战 黑棋的这个下一手 零九的下一手 充分地展示出它的才华 也是让我当时看了之后 打跌眼镜的一手 下得非常好 它是凌空一袜 这个袜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条鞋 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你如果 这个袜显然白棋 只有两种下法 打吃或者是这个打吃 你如果打在外面 它就退 白棋接 这样黑棋再动手去杀白棋 我们看 比如说就加 那这样的话呢 白棋这个段 由于有了黑棋这两手交换啊 这段就不成立了 这样一打吃 就把白棋蒸掉了 所以说黑棋这两手呢 起到了一个先手防段的效果 实战呢 白棋是没有办法 白棋是只有打在这边 来这边黑棋呢 再来加 很有意思 下得很好 这样白棋如果挡 黑棋会先在这儿断 这也是 黑棋同样是达到了目的 这个断的时候呢 白棋没有办法 它只有提 黑棋再度过 黑棋再这样打截 那这个打截同样的道理 黑棋也是先手的 把断防掉了 这个挖呀 一般的场合来说 都是绝对不能考虑的 但是在这盘棋 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个角 这个角的死活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关系到 可以说关系到胜负的一个局部 所以说呢 这个挖可以说是 场合的妙手 绝妙之招 是这样白棋打吃 那黑棋夹 白棋搬 这样当然是形成了一个结征 但是这个结呢 由于黑棋 我们看黑棋铺 白棋提 黑棋截 这个结由于黑棋 这个在左边有截库 这个拥有大量的截材 所以说 这样是白棋打不赢黑棋 那白棋是这样拐 他想 如果要是黑棋 比如说消结的话 那白棋再去这个地方 比如说把黑棋的头封住 那还是一个 白棋还可以收 这个局面 还是一个细棋局面 比如说黑棋消结 那白棋把这个剪住 这个还可以扑死黑棋两子 也是很大的 但是黑棋呢 这个时候李永久 他看到自己截材有力 靠出来 继续纠缠 这也都是之前 我想啊 都是之前黑棋这个挖 下妙手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的 就是这个结一定要跟白棋 顽强到底 黑棋再来断 这都是截材 白棋没有办法 黑棋提 白棋 白棋提 白棋长 这非常狠 虽然损木呢 但是 这个 获得了大量的节彩 这结白棋 是打不过黑棋 因为黑棋这边跳之类的都是节彩 所以说这个结呢 最后是黑棋 几乎可以说是无条件战胜 黑棋打赢这个结之后 也就宣告了 这盘棋呢 是获得了胜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盘棋啊 都是这个通过挖 来一举的决定了 这个棋局的胜负 很巧的是两盘棋呢 这个受害者 可以说是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乌光亚 那我想他对这个 通过这两局棋之后 对这个挖 一定是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好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感谢赵手寻武段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 王玉辉七段和陈莹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 2011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最佳主将范廷玉 大战韩国外援 崔哲瀚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莹 我是王玉辉 2011金力智能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已经圆满落幕了 同时呢 各个奖项也已经揭晓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对局呢 是在本次联赛中 最佳主将的获得者 半庭玉三段 对阵崔哲瀚九段的 一盘精彩对局 在金力围甲联赛的 这个各个奖项中呢 我觉得啊 陈莹 最佳主将肯定是 分量最重的一个 因为他难度是最大的 对 他的对手也是最强的 是的 刚才主持人江亦 已经介绍过了 范廷玉在这个主将的位置上呢 是一共出场了20次 14胜6伏 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啊 对 很高的一个胜率了 我刚才算了一下 正好70% 这个70%的胜率 对于职业洗手来说啊 不要说在主将的位置上 就是在联赛的一般的这个位置上啊 也是非常难以获得的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衡量一位棋手 是不是一线 是不是有实力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在金力的联赛上 如果全都能上场的话啊 能不能过50%的胜率 只要能过50%的胜率 就说明他确实的实力是非常强 那范天玉在这个主将的位置上 还能拿到70%的胜率 确实是非常厉害 对 因为这个奖项的指标呢 是硬指标 就是完全是看谁的胜率高 谁的出场次数多 对 没有什么说平的那样的一个指标 范天玉呢 是96年出生 今年也不过才16岁 到现在 应该说生日还未满16岁 但是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 这么一个荣誉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对 其实呢 在去年的维甲联赛中呢 范天玉呢 已经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今年呢 是又获得了最佳主将奖 应该是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真的是更上一层楼 是节节高 对 能拿到最佳新人 确实也是要有很不俗的实力的表现 这次呢 确实在这个主将的位置上 就固定下来 而且获得这么高的一个胜率 我后来想啊 真是他所在的这个爱慕先生队 最后能成功保级 应该说 全靠他了 全靠他了 真的是全靠他了 今天呢 我们等于是再给其友们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最佳主将范天玉呢 在2011年金利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中的 这么一盘精彩对局 是在第二轮的时候呢 由他对阵西安曲江队的这个崔哲瀚九段 对 崔哲瀚九段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一年在这个演播时 也要讲好几盘他的对局 因为崔哲瀚九段 确实人气高实力强 而且呢也是西安曲江队的铁主将 并且在主将的位置上呢 胜率也是非常的高 同时他还是一位世界冠军 还是世界冠军 对 所以呢 我们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这盘精彩对局 好 本局是小范的白棋 是 崔哲瀚九段 最近你也很喜欢下中国流 嗯 虽然他是韩国棋手 但是呢 可能这个中国流 从我们国内的这个赛场啊 就是频繁的出现 慢慢慢慢的这个频率一高了以后呢 大家研究的越来越深 也辐射到了韩国 对 韩国也有很多棋手 现在都喜欢下中国流 对 现在中国流啊 好像就是说在两盘棋里 看不着一盘 已经觉得很吃惊了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使用的频率这一支高啊 大家都难以想象 是的 是的 拆 嗯 不见的下黑棋下白棋的人啊 也都愿意下 可能慢慢 呃 习惯了以后啊 突然间换一个布局 还有点不适应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的时候黑棋中国流 那我白棋也下中国流 有的 也有的 也有很多 嗯 那这盘棋 翻评欲走的是这里 拆 崔正汉在这里逼 然后手脚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少见一点 大多数情况下 我干 我看到的棋 还都是在这里挂脚比较多一些 就挂脚了 挂脚了 挂得多一些 它这个呢 就是完全要为了扩张中国流的一种表现 就是要大幅度的扩张 嗯 崔正汉九段的棋 它可能比较喜欢这种 能够引起战斗的这种布局 不是那么平缓的 不是那么普通的布局 它比较喜欢 对 而且我突然间想起来啊 您和崔正汉是一个队的这个队友 是不是崔正汉受您影响啊 因为您是特别酷爱中国流 嗯 我在10年的联赛里代表西安曲将队的时候呢 也是直黑臂下中国流 实际上11年就已经下的频率不是那么多了 也在尝试一些其他的布局 嗯 你要说受我影响呢 我觉得 这个我肯定是不能承认啊 嗯 他肯定看得起很多 他不是说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关系也比较好 我们也会探讨一些关于中国流一些布局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特点 嗯 但是 他主要还是自己觉得好嘛 嗯 因为很多中国骑手都下嘛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下 嗯 多少会有一些对他有一些影响 因为他也是最近开始下中国流的 嗯 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队的好像这个气氛啊 就特别好 经常在一块研究 是的 那我想呢 那可能是 呃就是受大家一个感染吧 就喜欢这个布局了 我们对其他几位骑手 王浩阳黄晨也都很喜欢下中国流 所以我们在一起研究的时候 崔正汉在一起参与 也会经常摆到这些相关的变化 所以他这盘棋只黑用中国流 多少也会有一些关系 嗯 对 反正这个手脚 几乎可以说是在这个布局下 唯一的一手棋 黑棋逼的时候 最希望白棋是 是跳起来是吧 最希望是白棋跳起来 然后黑棋再回过头去大飞挂 哎 那这两个子交换毫无疑问 黑棋就便宜了 嗯 因为本身没这个交换的话呢 白棋应该是 这个二是可以拆到的 是可以 有希望是可以走成这样的 嗯 现在如果说被黑棋先交换一个 嗯 再挂脚的话呢 那白棋就明显的吃亏了 然后这一下这个 对于黑棋来讲 肯定是有德的 是的 肯定有德 既扩张了自己 还限制了人家以后拆了可能性 是 以后再肩顶 你只有力 再飞过来 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张自己的形式 嗯 所以白棋肯定要手脚 实战小贩的选择是 对 正确的 嗯 然后正确 正 对 再飞 这个图呢 实际上从黑棋一开始选择走在这儿的时候啊 就几乎是已经确定会走成这个形状了 那么对于黑棋来说呢 也是要冒着风险 因为白棋这四个子所构成的这么一个形状啊 非常的理想 非常的理想 嗯 以前呢我们还经常拿这个图和新卫手脚做一个比较 就是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呢 普遍都觉得在这边的形状呢是两分 嗯 是两分 现在再来看回成这样无忧角的话呢 白棋应该还是要稍微得分一点 对 因为无忧角呢 明显这个脚啊就已经守住了 如果是新卫小飞脚的话 无论人家拖还是点三三 总是还是有一点这个手段的 就是点三三完了扳弧 恐怕局部也不是很好杀 嗯 所以实战走成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直黑的崔哲瀚呢 也多少是冒着一些风险 就是实地有可能不足的这种风险 对 但是崔哲瀚他的棋风 刚才我们讲过 他是比较凶狠的棋风 他比较希望能够下成就是复杂一点的局面 来发挥他这种战斗力强的这么一个特点 对 所以这个局面明显是 他的强项 明显是会要发生战斗的 嗯 从上面挂脚 挂脚 嗯 看回来 黑棋虽然也只有 圈盘上也只有七个字 但是看形成的这个形式还是比较可观 对 非常生动 那下一步呢 其实就是白棋的一个考虑的一个点吧 就是怎么来破坏这边的这个形式 嗯 那你从哪找手呢 难度很大 嗯 这个不问 我也这里面说 这个形状确实现在对于白棋来说 悬点的难度非常的大 明显的一个悬点就是 大家我觉得第一杆肯定会是在这儿 对 这个挂脚呢 确实是很多棋手的第一杆 但是在眼下不太好 肩顶 长 黑棋在跳 这个就是定视类的下巴 好拆 然后呢 就黑棋就简单的飞 这个形状 攻的白棋很不舒服 嗯 我摆到这儿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起来的 陈妍 我们 前不久刚刚录制的一期节目呢 讲的是 同样是经历智能手机被微甲联赛 就是赵汉成对王熙的一盘棋 嗯 那盘棋呢 在这个局部有相同的这么一个形状 很像的一个形状 但是上盘棋 这个拿黑棋的赵汉成啊 去这种飞攻的是不好的 因为这边 当时这边是没有发展的 已经走成 是白棋的 白棋都已经跳出来了 现在这边正好是黑棋的 非常舒张的这么几个字 嗯 黑棋能够飞攻 这三个字的同时呢 顺势扩张这边的形式 这个棋白棋后面很难下 会变得非常的苦 嗯 所以说如果白棋这么选择的话呢 黑棋是欢迎的 那除了这个挂脚以外呢 王老师对于这个中国流啊 我还有一个悬点 我觉得也是大家经常用的 就是震住 震这个 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棋手 都是要考虑的一点 但是眼下的这个震呢 就是担心会损地 后面会下成什么样呢 也是挺难解的一件事情 对比较未知 那我这时候我再挂过来 好像会不会要好一点呢 嗯 因为我这边可以碰了 就不用这个再掺二了 也有可能 不过这个震呢 本身有点损 它就它也有可能加工在这儿了 这两点现在来看就损了很多 嗯 这边的黑棋的落点就补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是 确实对于白棋来说 难以抉择的一手棋 实战 但范田玉下的下一手棋 也是出乎很多棋手的意料 对 也是没有想到的一手棋 基本上可能我们的这个 思考的这个方法都是 呃停留在这一块 嗯 可能很难从比较小的 这个拆 因为它幅度只有拆三嘛 是 所以如果从这打入的话 我想大家猜不到 对 它实战的范田玉呢 是躲在这里 嗯 那这里确实是不太容易 想到的一手棋 但是呢 仔细想一想啊 它的理论也很简单 就是 现在黑棋这七个子 显然最薄的地方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就是黑棋最薄的地方 我想哎对了 我这个不是同时还有引征吗 我还有可能靠断呢 是有可能 但是这个作战啊 没有地 它就常跟你作战 嗯 本身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呢 白棋没走到地 而且要先损地 像这个镇跟那个飞交换 这个对于高手来说呢 一般来说有点心痛 不太愿意 舍不得 它本身这个打入呢 其实想一想 黑棋也挺不好下的 黑棋也不知道走什么 黑棋如果正常普通的跳的话呢 它肩顶一下 它肩顶一下 然后我就立下来 它就脱过了 脱过了 我下个俗的怎么样 你现在就等于是这样 它走完这样以后 你去震了一个 然后又飞了一个 那我就靠住 能靠住 靠不着 本来还想顶过 但我觉得顶过有点太俗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损失太大了 这个局部损失太大了 你看这两手棋 你一个损失的就非常惨重 本身这个局面呢 可能也难讲 以后它挖沾一下 你沾一个 这个局面也难讲 但你这两手棋损失太大了 对 那王老师 我这个俗手能下吗 顶 然后再扳住 它挖沾你 挖沾 我这沾到哪啊 那它就打出去了 那这边也是形状非常的薄弱 对 那我可能沾上 然后打吃沾上 您再打的时候 我就跳一个 这俩不敢要了 那这个也很大 这个死的也很大 就说如果你在这里跳的话呢 黑棋是不太满意的 黑棋是不太满意的 那在这儿拖过呢 又很容易被白棋 在其他地方转身 比如说白棋就长了贴下来 对啊 我觉得这个形势 就这么容易被破坏掉了 有点不肯 他这手棋呢 范廷这手棋 很有才能的一手 就是正常来走大局上的进行呢 容易进入黑棋的步调 所以他这手棋 可以说是另辟蹊径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从一个局部来引发的战斗 争取燃烧向全局 久而久之 慢慢地就把这个难点 给克服掉了 所以这个打路呢 还真的是好气 讲讲真的是好气 化解了比较 不知道的一个悬点 是 实战呢 崔德汗用的是 最强的手法来反击 尖这个 这个白棋 只有往上长 对 你要往下立的话 往下立 被别人头搬住 这个不行 外面太大了 对这突过也不行 是吧 这个必须得往上长 然后随着它顶这个 这个寻求一个步调 再长 顶完了挡 对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必须要阻度了吧 这个再不阻度 被黑棋再一唬过来 那白棋这两个子 我觉得有点不像样了 对 你要现在比如说 好好实实在这补一个 让黑棋在这一唬 那这两个子 基本上属于半弹机状态 对 这也绝对不能考虑 所以这个 当然长的时候 范天宇肯定也想好了 我觉得无论如何 可能也得先立下来 再说 不管这边发生了什么 是 当然这还是要计算的 你在这说的轻松 很有气势量 但是在下之前 还是要计算的 一个好的战略的一个构成 离不开具体战术的执行 战略的是方向 战术呢 就是具体的计算 在这计算呢 还是要准确一些 然后搬 对 范天宇呢 虽然不像 崔德汉那样 以立战的这么一个 特长来成名的 但是计算力也很强 这个搬完了再一搬呢 是非常好的抵抗 然后这时候 黑棋是不是已经 不能再挡了 继续硬碰硬 黑棋如果挡 白棋就一接 黑棋如果接的话 白棋一加 黑棋没起下 如果你要是立的话呢 它简单一冲断 黑棋就死了 对 气就不够了 蒸子也是白棋有力 现在如果你要是 搬得顽强呢 白棋很简单 白棋就打吃了一虎 这个脚上先损失惨重 对 然后这边扔的 还欠一个冲断 你这如果再补的话呢 它就算跳过 或者爬火也可以 这个局部 黑棋已经损失的 非常惨重了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是不能马上 从这儿搬起来的 是不可以的 先把自己的 这边的毛围先补住 黑棋很想搬 但是呢 这里要先沾上 沾上完了 是为这个搬 做一些准备工作 白棋呢 先跳一下 是好棋 便宜的 这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脚上已经非常受伤了 对 但是跳完了之后呢 这时候 差不多退回来算了 退回来 退回来 那黑棋也还好 我爬一个 黑棋爬过 但是因为白棋这个打路 毕竟把黑棋这边也破了 大家你破一点 我破一点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 黑棋也把白棋 都给穿成这样了 这个可以忍受吗 还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觉得也还可以 因为它这边的 形状也都不是特别好 它实战这个挡呢 确实很有心情想挡 第一杆 职业棋手下棋 第一杆都是非常想挡的 对 想跟这个黑棋 立一个交换 一个 对 但是本身 黑棋的这个阶呢 实际上也是在继续立的 准备搬下的 这个搬下呢 你如果不补 黑棋肯定是要搬下的 别说崔泽汉 任何人也都要走 现在它挡的话呢 就等于 必定会形成实战那样的一个转换 逼着人家 必须要挡下来 对 实战那样的转换呢 黑棋也还可以接受 其实我觉得 普通的退财还可以 完全可以接受 它这个挡呢 就是小贩毕竟16岁 下这盘棋的时候 也只有15岁 对 年轻气盛 年轻气盛 也不见得是 肯定不行 但是这个搬了爬过呢 对于白棋来说 压力也很大 白棋只有冲 黑棋这时候就退了 因为多了这个粘 做一个援军 它就可以退了 挡住 挡住 断 断下 断是先手 然后再断 这个都是一本道 黑棋只能这样下 沾上 然后拐吃 这个时候拐吃之前 我们小贩还是有点年轻 这怎么样要搬一下 这个地方先搬一下 对 这个一定要先搬一下 等会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先搬一下 这白刹两木鸡 这个就是 因为拐吃的时候呢 黑棋是肯定不能接的 黑棋必须得拐这个 一接的话 我是不是一照 它就 对一接白棋只要在这简单的一飞照 这四个子跑不出去了 因为那边的蒸子是白棋有力 黑棋就死进来了 所以呢 你吃的时候 黑棋肯定会拐 拐的时候白棋也不能接 对这下就永远也搬不着了 对拐的时候你也不敢接 接人家走在外面 你这个一串还是要死的 然后白棋契合之后提掉 契合提掉 因为这四个子已经永远都不敢接了 以后跑也只能跑一半 那这个搬没有搬着 白亏两木鸡 就从这个细节来看呢 小范还是有年轻的一面 其实小范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呢 比较全面 布局啊 中盘啊 棺子没有明显弱的地方 但是这种就是细小细微的地方呢 毕竟下棋的年头还短 可能下忘了 就它不会不 它不会不懂这个东西 它估计是下了下的 一紧张也下忘了 我觉得也有可能啊 小范是这样判断的 这个黑棋走一个 然后白棋走一个 它觉得这个以后还能搬着 反正这块我都死了嘛 不会 那也搬到没亏 没有亏的地方 而且现在黑棋肯定要吃这个 因为这五个子啊 明显价值要比这边大 因为白棋不敢接回来 白棋只能跑一半 对 而这里如果要被白棋 再加一手棋的话 这边空太大了 全死 对 这如果黑棋都死了 肯定都不行了 这白棋的时空太大了 黑棋不能接受 是 所以说呢 白棋提掉这个之后啊 黑棋也不可能在这里再补棋 因为这个转换不成比例 黑棋一定会逃跑 这五个子 不让你杀掉 但是白棋呢 也不敢接 白棋如果接的话 被封进去 这里面出路也很狭窄 死掉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所以实战的小贩呢 也是 剪这里尖冲啊 是正常分寸 对 然后黑棋把这个冲吃 然后白棋贴一下 一起退 然后白棋飞 是 这个头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形状 在这儿呢 差不多是形成了一个转换 那如果形成转换的话 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谁亏了 谁便宜了 结果是怎么样呢 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的结果到目前来说呢 还真不是特别明显的 能判断出 但是可以总结客观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黑棋的地度 黑棋确实这个大脚吃了四个子 这边还有很多地 然后白棋这边呢 有点薄 可能也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能确定白棋亏呢 就是白棋下一手棋啊 肯定要如实战一样 在这里尝出来 肯定要攻这个黑棋这几个字 对 之所以 就是这个棋 之所以觉得黑棋 还稍微的主动一点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这几个子啊 不是特别好攻 因为黑棋 毕竟只有一块骨骑 然后黑棋在这儿虎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个压力很大的事情 下一手要打你 这一打的话白棋也是非常痛苦 对 白棋是沾还是不沾 沾的话是一个鱼形 其实本身也不能接受 不沾的话 被人提过来 眼见着就是对自己也有危险 是的 所以那这个虎应该也是必然 这个虎呢 本身是有点痛苦的 有点心情不太好的 因为毕竟在进攻别人的时候 不愿意子和子之间挨那么近 比如说你一虎 黑棋也一虎 正好你 下一手你还是不能让人家咋吃啊 对 所以还要尝 对 这样走着走着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 黑棋就借着白棋的劲啊 就大出眼味来了 嗯 所以说这几个字也不是特别好攻 白棋爬 黑棋肩冲 是 这个爬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手棋 一般来说是拐 第一感是拐 但拐的话 相信黑棋毫无疑问会拐下去 因为下一手打吃呢 你要接上 你要攻我的话 基本上就要被我打回去 一旦这个局部被黑棋打吃 白棋只有接上的话呢 白棋自身也不是那么厚 自身还有可能要被黑棋反攻 所以这个局面呢 防止黑棋争吃的手段 就是变成在这爬 爬一个 对 而且我觉得拐一个被黑棋拐下来 白棋这边可能还有一些碰啊之类的 对黑棋的眼型还有帮助呢 是 那总的来说呢 他肩冲完了以后再打吃一下 再尝到这个位置呢 这其实确实 白棋后续的这种进攻手段呢 也是比较头疼 对 好像就感觉有点力不从心跟不上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拐还是稍微有一些缓 稍微有一些缓 因为这个拐现在黑棋比较不会硬 爬一下 我觉得这个木树好像也挺难受的 这个爬的 然后一会儿再拖 我下面有眼 没有眼 没有眼 拖它就算搬你 然后挤了虎 您有小尖的好击 你就单力也可以 这个眼还是不好做 眼还是不好做 倒真不是怕你爬 那怕我走什么呢 怕我顶 怕我靠 有可能是怕这些手段 但我觉得白棋可能应该走在这 这个时候白棋进攻的手段要强硬一点 就是小贩呢应该有一个判断 现在实力已经不太足了 要想把这个局面维持住均衡的状态呢 就是在这儿的攻击 还要再凶一点 这个时候不是缓攻的时候 要梦攻 一定要占一些便宜 抓住机会 一定要给敌人最痛的进攻 是的 虽然黑棋只有一块固棋 但是白棋毕竟全局还是厚的 这个局部要进攻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有所收获才行 实战的这个拐呢偏缓 我们先看 我走这个其实你可能也只能从上面贴 那你这时候还不管吗 它再拐的话也稍微得一点 它可能还是不管 它就是退 下一手还要冲断你 可能这样下比较好一点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它在外面跳一跳 就是要攻得凶一点 或者挤在这儿也可以考虑 其实 对好像直接 就是瞄着黑棋的这个眼型啊 感觉这个黑棋怎么整体 这这么一条大龙都没眼 应该要吓得凶一点 这个应该会比它的实战好 它实战的这个拐呢 轻率 这个拐就 一下出来之后呢 黑棋就已经脱险了 就不太可能再遭到什么猛攻了 黑棋拆过来 就这个 这白棋还得飞 白棋还得飞 要不然被拐下去的话不但做活 而且黑棋要成地了 然后黑棋再贴这个 贴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地方实际上黑棋已经要成地了 而且以后这种二子头 二子头如果能搬过来的话呢 对于白棋来说也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对 然后白棋现在再来 现在再来 现在白棋要是普通的跟着长 或者跟着扳 黑棋就是简单的有点硬就行了 这个白棋基本上没有什么攻击的后续手段 所以它只有走这个 走这个 黑棋尖 尖一个 尖完再尝出来 尝出来 这个头尝在这儿 其实本身对白棋已经有一些威胁了 不好攻 就感觉是不是慢了半拍 是 要跳出来 然后黑棋防守一下 这个防守的眼位也非常的舒服 下一手还要虎下去 这个虎也是很大 不过这虎是后手啊 我这挤先手 那也很大 这个木数大是吧 白棋实战还是要飞 飞的话这边还能成点木 以后这两个挤呢 还有希望能够走到 如果虎的话 你从这挤一下 外面变薄了就 然后黑棋管下来 这个时候为什么黑棋还可以忙里偷闲 能往这儿拐一个呢 很大 这手棋很大 拐完以后有大飞 白棋就要少十几目 如果你不走的话 它叫吃在这儿 下一手提你六的手也有十几目 这是先手吗 那您拿它当后手 对 但是后手这个差不多有二十目价值 物数上价值很大 而且还带着上面的半只眼 打吃在这儿还带着半只眼 以后你不就变成假眼了吗 所以这手棋价值还是很大 而且这手棋也是先手 你得硬 你得飞这个 否则的话 黑棋拐头拐过来 白棋这块棋 自身还有问题 这块鞋还没活 那我下边一坐眼 就是不是已经活了吗 而且头还在外边 但是你永远不肯在这儿坐眼 对 那倒是不肯 什么时候都在这儿坐眼 这个太痛苦了 这个就跟认输没什么区别 怎么就头还在那儿 就走这儿了 所以基本上 不太能够容忍 被黑棋拐过来头 你要飞一个 也就是说这两手棋的交换呢 虽然白棋这手棋 飞到天元的位置呢 也价值很大 确实也价值很大 但是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还是这个拐要大 这个就更为实惠一点 好掌握 这个相对来讲 就是虚了点 是 压出来 这个时候折捏 然后搬住 黑棋搬一下 然后再护住 吃一下 团一下 对 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基本上算先手处理好了 就算活了是吧 我如果再沾上的话 那沾反正这个地方的形状呢 它一冲出来 你也不好想 你也断不进来 对 断的话被挖了 这个局面确实白棋有这个沾的可能性 就是将来一沾呢 黑棋没有完全活进 但是黑棋现在也不太肯去花一手棋补棋了 白棋的这一串的进攻呢 应该说成效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有点收获吧 因为我把这条边啊 好像都变成白的了 对 本身那不是白棋的啊 是不是双方公共的 应该说这个是白棋的最大收获 但是你要考虑到 本身从这个虎的过程中 白棋在这边几乎没什么收获 对 这个被拐下来了 而且如果你不长 你直接在这拆 这边违展控也是可以违到的 嗯 黑棋拐下来之后 白棋这边毕竟还是 多少以后还要被别人接用几下吧 也不是特别舒服 虽然有一些收获 但是呢 总体来说收获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现在轮到黑棋下呢 黑棋先手处理好自己这个固棋 全居的形式呢 还是黑棋要有利一点 对 感觉黑棋啊 这个捞木捞得特别猛 因为下一手呢 他又把这个角给点了之后 嗯 是不是黑棋的实控上 应该是领先了 黑棋实控是领先的 嗯 这个点角白棋只有挡 嗯 只有挡一个 然后 然后搬 对 走一个我们大家都会下 而且经常用到的一个东西 但这个时候呢 你要停一下 啊 这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虎一个小了 虎一个小了 那这时候不虎走哪 这时候这边扎钉大 脱鲜了 那如果扎钉的话 为什么您不是直接扎钉的 而是在这边先交换两个呢 这个棋呢 就是需要给棋友们讲解一下 在这个局面下的一个常用手段 嗯 白棋这边很厚 白棋这边很厚 如果轮到白棋下 这样你现在手脚的话 你会守到什么位置 哦 飞一个 对 你会飞或者是跳 嗯 甚至于是尖顶完了以后 直接脱鲜 脚上也不一定有气 嗯 你现在手脚 你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 撒钉在这 对 那倒是 但是呢 我这几手棋的 先开始的这几手棋交换 你现在看 我其实并不损 这扳了一下 扳了一下 你也不敢扳下来 你也只有吃在这 以后我退的话 还有饭吃 我这几手棋并不损 嗯 但是呢 我先交换这两手棋之后呢 就已经防止了你一开始的那种什么飞啊 肩顶啊 跳的变化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呢 黑棋先交换这两手棋再脱鲜 是便宜的 哦 这是便宜的 对 不过其实我在 好像在打谱的过程中 还真没有见到 人家点完之后 搬一下再脱鲜的 特别少 我觉得几乎都是 人家把这个虎了 把这个定型 就走完 所以刚才呢 我在摆这个变化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想当然的会形成这样 嗯 一般来说呢 就它有它的变然性 一般来说 当黑棋点33的时候 全局肯定是这个点33最大 你才会下 嗯 那么一般走完了以后 点完这个33 就要把这个定式完成 对 这样才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格局 很少有像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局面啊 就是有两个大厂都想下 这个杂定也很大 其实后来我们实战看 黑棋点完了白棋33 白棋马上就要点黑棋的33 实际上白棋点的这个33的价值呢 比黑棋更大 所以黑棋既然两点都想走的话呢 就不如这个实战啊 走到这儿先暂停一下 先走一半 走到这儿 我估计崔德亥下的下的 可能也是觉得形式还不错 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怎么动脑筋 因为那个点33差不多有28摩的价值 这个机能可以背下来 那这个扎丁呢 这个应该 这个不好计算 那个是可以用定式来计算出来的 这个形状呢 会衍生出很多变化 不好计算 但是质感上 这个杂定的价值 应该是在30摩以上 杂定你比如说你现在吃 它就贴起来这个 对你这个还多少有点威胁 然后这边一下就变成立体的一个空 比实战好 比实战的效果要好一些 现在这个截止到点33的时候 由于白旗这个地方的攻击 不是特别的理想 黑旗形式好 后来其实那么定型完了以后 黑旗形式也还是不错 但是呢 不如这个图好掌握 这样的话 感觉这边的变化 好像就更少了一些 是的 这个地方呢 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就是点完33以后 马上映回来呢 也不是必须的 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这个定式走完了 就一定走到这儿要硬的 下棋的变化很多 大家的头脑呢 包括思路呢 还是要灵活一些 不要把那些定式啊 没守成规式的记在脑子里 定式都是变化的 定式也都是活的 死记硬背就就不好了 对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啊 这个走一半就不走了 肯定会亏 其实呢 就刚才您给我们这么一分析啊 原来是这两个交换完之后 就算被白棋再走一手 我之前走的两手也不亏 在这个局面下不亏 当然如果白棋里面比较薄 没有那么厚的话呢 你要走两手去脱线 肯定是亏的 好好好 是根据周围的变化 也是有关系的 对 这个局面因为白棋已经很厚了 而且已经是白棋的空了 这个黑棋就不亏 黑棋实战呢 还是把这个虎回来了 这样上 是 然后白棋正好先手 点这个33 这个33点的黑棋也很疼啊 点的黑棋心里也真的很疼啊 这个还是要从宽的地方挡 要从这挡的话 人家爬的这个也没几木棋了 对 就觉得这边的这个有点局促啊 有点难过 再爬 这个阵型呢 对于黑棋来说 其实定的也很痛苦 对 因为这边它都已经有籽了 它还得被迫往这边退 其实是很难受的一种选择 很难受 这样的话 起码这边的形状就显得有一些怪异了 现在黑棋终于不肯在场了 黑棋实战的这个力呢 倒是好奇 这个力还真的是好奇 如果你要是再跟着普通的退 人家再一般单先手活 这个也太受不了了 是 那黑棋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黑棋的木数一数 怎么想当初黑棋的模样啊 那怎么没白棋成空多呢 对如果要这么数的话 这个杂丁肯定毫无疑问是超过30目的 可能要超过35目了 它这个力呢 还是比较顽强的一手棋 算是好奇 对 好再挽回一点 我觉得挽回一点面子 不过白棋的这个木数啊 这一搬过来 还是 对 对 白棋搬了它 然后重不过来 再挡住 这个局部活的实木齐啊 这个还是应该说 从木数上来说 还是比那个33大 但是白棋稍微损一点的地方 就是中央变薄了 对 黑棋这可以搬出来 这个是白棋 有点心痛的地方 然后白棋这边只能糊一个 而且我现在不能断 现在如果断的话 它一长 你再断 它这边搬一下 这边搬一下 这局部是活的 对 黑棋活了 白棋的眼味就没有了 对 白棋 黑棋尝或者吃应该都可以 所以它现在糊这个 为下一手断进去做准备 断掉黑棋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个时候 嗯 黑棋的这个接 其实值得探讨 我觉得 非常厚实的一手 现在为什么不吃在这呢 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接在这 跟两边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 因为白棋呢 这块棋总是活的 白棋会脱鲜 下面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一倒虎就活了 这两手棋是建合的 这上面一个岩 下面铁定一个岩 这是建合的 所以这手棋 似乎没必要走在这 如果走在这的话呢 对后面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我觉得黑棋应该考虑坐在这里 会对于这边 如果有一些战争的话 这个总是在外面要有一些帮助的 棋下到现在呢 真的是胜负负就要到来了 也是一盘棋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白棋的形势呢 还是不好 虽然这个局部 活脚收获很大 实在接在这 但是呢 活完了以后 全局变薄 虽然黑棋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手段啊 但是以后黑棋比如说这那儿冲你要挡 它在这里点一点你 你很难过 你这个联络啊 也不是特别的安全 那这个地方好像还得补 不然的话这一段吃长出来了 你如果顶在这儿呢 本身形状难受 你这个将来连起来就不是那么舒服了 它这个跳啊 长啊 可能还有先手 你将来要直接补回去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里的潜力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只是黑棋现在还没有把这些子呢 这些先手给兑现 白棋如果现在比如说普通的走一走啊 可能是打入这个 打入这个可以打钉 然后跳跳出来 他大概中间什么走一走 这个空一围 这个黑棋基本上是要轻松获胜 黑棋因为全局还是厚 实控上领先的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黑棋非常的厚 白棋要输 范婷玉呢 这个确实是小范虽然年纪轻啊 但是胜负感非常的好 对 因为显然呢 他这个地方肯定不是黑棋的基本空 黑棋最要守住的空 最怕破的空就是在这边 是的 是的 这个时候呢 小范直接这首棋打入在这儿了 很凶狠 这首棋 很有气魄的一首 因为对面呢 就面对着这个 以攻杀能力建长的这个催毒啊 虽然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号 但是我们好像我们的棋迷啊 特别喜欢就这么称呼他 对对 我可能以前也讲过啊 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都跟崔正汉在一起征战这个威甲 他特别不喜欢这个外号 他觉得因为他下的棋都是很刚猛很纯正的那种攻杀的气风啊 就是完全的是阳谋 没有什么那个要阴的 阴谋 因为毒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这个啊 那个潜伏在一个地方 然后突然间咬你一口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这种气风 但是崔正汉明显他不是这个风格 他就是比如说当他看到小范打入这个的时候 他这个砸钉想都没想就砸钉在这儿了 他一定现在已经下了决心要杀这个 他要吃这个 小范的这手棋呢 是典型的胜负手 就是普通的进行已经不够了 已经输了 必须得冒着风险去跟对手呢 抗衡啊 去挑战 虽然有风险也没办法 对他肯定是要力拼的 因为啊 小范其实对于这个维甲联赛中 每一场比赛都特别重视 他是如果是发现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跟教练和领队说 我这场联赛我要求休息 我觉得简直是太有个性了 就包括我 就即便是我上一场 我刚刚赢了 那我如果觉得我这两天 可能状态不是我调整的那种 就不是我理想的状态 我就要求休息 这个真的是有个性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对于小范这种年龄的棋手来说 大家都是争着抢的要上场的 是 每下一盘棋呢 就是对自己的技术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甚至当然还有对聚费 还有这个收入的关系 像他这样这个年龄 就是能够一定要在这个状态好的时候去下这盘棋 这种让人联想起那种大诗人 大画家的那种状态不好的时候 不动笔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想呢 他对于每一盘棋 都是卯足了自己120分的尽头来下这盘棋的 很投入 一定是拼劲十足 这个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我也没想到 因为我自己也是棋手 下了这么多年棋 就是真的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不去上场也心里会很不舒服 非常渴望能够去下棋盘棋 对 因为小范呢 其实他虽然是爱慕先生队 我们这个大家 其实圈的人也都知道是山东二队 跟我是同一个队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块就去联赛中啊 就在火车上啊 就会聊聊天 然后就说那个小范最近状态怎么样啊 他肯定说 那我当然是不错了 因为我状态如果不好的话 我肯定就休战了 我说你还有休战的时候啊 这么年纪轻轻的 怪不得你能讲出这么贴近生活的故事 但是确实很有个性 下棋呢 跟很多这个艺术方面的行业啊 非常的像 其实棋本身也是艺术 琴棋书画嘛 一定是要讲境界 包括讲个性的 你要是在一个这种流水线的 像工厂上那种生产出来的 那肯定不是为是大棋士 肯定就是扑扑通通的棋手 那小范他应该有成为大棋士的这种潜质 这么年轻就这么有个性 而且实力已经这么强了 对 就像这首棋 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状态的那种体现吧 然后他现在打入完了以后 这个字肯定是要拽出来 不是为了气掉的 走在这 然后黑棋这里先点一下 这个点呢 主要是为了破坏白棋的眼味 如果你要是不要的 那就算了 对 那不要的话 那这个打入就白打入了 但是呢 现在为什么白棋不马上拉回来呢 那如果你在外面走一个 那黑棋再补一个 那你这个不就白打了吗 反而还亏了 对 但是他现在就是先做个准备工作嘛 这是先手 下一手要接回来 哦 这个是先手啊 那我想那我走一个 那他接回来 那你就谢谢了 那太高兴了 这块就出事了是吗 就要出大事了 哦 我冲 然后您就退了 我沾上这块 直接外面要跳杀你 这个黑棋现在优势不会冒这个险的 他实际上点在这儿呢 实际上也是在一边在活棋 防这个 现在点这个的话呢 我还没看出来这是先手呢 我还在想 这怎么是人家点着 你怎么在外边走一个 那我其实我更没看懂 黑棋为什么在这儿走一个 他不肯直接补在这儿 他如果直接补在这儿的话 外面少了一个子 会对将来的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手棋呢 充分体现了这个崔泽汉 他良好的一种对局面的预判 良好的感觉 就是这个时候啊 我相信崔泽汉走到这儿的时候 对后面将要进行成什么样啊 也没完全看清 但是呢 这么多年来 善于攻杀的他呢 就养成了这种 就是非常好的这种嗅觉 就预感到 这儿有一个子 对将来的作战一定会有 有好处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走一个 他再奸在这儿 再去做活 这个子将来一定有帮助 甚至他还有可能长 等你粘的时候 然后再断 我们看后来这个子 确实发生很大的作用 这个冲一下 确实发生很大的作用 现在白棋必须得拽出来了 就是这两个子 大家一人多了一个子 感觉上白棋还是用处更大一点 然后黑棋这个太凶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攻击 就是要治白棋的命呢 真的是要杀棋了 这个就是大家都有格性 你敢打入我就敢杀你 这个就是崔泽汉的这一贯的作风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妥协 就是大家都过得去算了 这个在崔泽汉的字典也是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 白棋这个时候就先跳一下 对 这个黑棋要防守 然后再跳出来 一门心思要做活 反正大家都是鱼丝网破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个跳啊 是好行 看上去有点问题啊 看上去黑棋这一靠的话 好像白棋不是很好办 这我第一感觉是靠这个 靠如果你虎的话 它再一退 这个形状好像很难过 哦 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粗俗的猴端 对 然后这个有长先手 是不是这块也危险 对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 白棋这块棋虽然是活棋 但是黑棋外面啊 有几个先手 这个尖 这个跳 这个飞 很多都是先手 对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要是再补的话 它一长 再一尖先手 直接把你这块棋杀了 白棋这块棋如果死的话 当然也是不行的 对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被黑棋这一靠呢 白棋还有什么办法呢 白棋准备了这个冲 冲 这个是小贩的 冲断是先手 好那我只能 再虎过来 对 嗯 它这个地方要求反杀你了 哦 这个是黑棋就跑不了了呀 对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 当初小贩的这个 煎一下 做的这个准备工作 做的多么的巧 多有用啊 嗯 这个真的是了不起的计算力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嗅觉 也是一种嗅觉 但是它起码 它在这个地方的感觉非常的良好 当然 崔德汗也不是等钱之辈啊 这个地方 你给它埋下这个陷井 这个陷井它可不是轻易钻的 对 不会轻易相当 这个飞也是厉害啊 真的是 非常厉害的一手气 首先这个飞 下一手再靠 这个白棋抵挡不住了 嗯 多了一个子不一样了 然后黑棋已经描着下一手 要杀白棋这块了 对 这边怎么办 不过是不是还得先把这个上面得处理 必须得处理这个 要不然这个靠抵挡不了了 黑棋先挡 因为白棋呢 现在也有反击的余地 如果白棋这边将来下后了 这还是有接出来的气 还是要这样 那就是说刚才这个不是没补着吗 没补着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 这边的这些手段就不成立了 所以呢 对于黑棋来说和白棋来说啊 这个压力都是很大的 这个作战 现在冲 黑棋还不能马上收兵 比如说黑棋现在杀棋是不行的 这块没活 哦 档上要断 断 黑棋现在如果要是普通的退 白棋就可以作活这个了 哦 所以黑棋这还是要用最强的手段 以为白棋作战 嗯 这样打吃了 粘住 那如果这个同时是不是 黑棋也很有压力 就是如果被白棋都顺利打凿亡的话 黑棋的木属就面临着不够了 那这个就被全被洗活了 如果这边和这边 哪都不出问题 都活棋的话呢 那肯定最后获胜了会是白棋 但是黑棋现在交换完这几手呢 这边就安全多了 哦 这边安全多了 那他就要吃这边了是吧 这边就要吃这边了 他必须得有所收获 是不是必须得吃点 必须得吃 其实粘这个呢 没有说完全吃掉 白棋现在可以通过这个交换啊 把这个棋跑出去 但是他不敢跑 比如说你靠这个 就有这个手段 黑棋搬 白棋接 然后再冲过来 再冲你再断 然后再粘上是吧 上面这块 你走这个 他先掐吃一下 就得接上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粘回来了 先吃这个 哎呦 怎么还 怎么一直 然后虎这个 虎这个你现在必须得提了 那我就提了 你提他就给你点杀你这个了 这个地方是后手一只眼 这个也很复杂 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精彩 白棋现在也不敢马上就把这几个字拽回来 对 因为涉及到整块大龙的这种死活 竟然是这么一条大龙还能死掉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很神奇 双方的计算呢 已经真是到了任人探为观止的这么一个境地 对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变化 就会让我想到 那个围棋格言怎么不好用呢 嗯 齐长一尺 无眼自活 那我这肯定有一尺长了 怎么还是死了呢 对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是能死背的 嗯 所以白棋现在呢 在黑棋接的时候啊 白棋先不能马上活 这个白棋得先贴 贴呢 还是威胁让黑棋自己去做活 嗯 如果他能威胁黑棋在这边走一手去做活 就可以使这个手段了 哦 这个手段再使出来 它等于大龙就已经多了一条生路了 对 刚才那个等于是没有交换着 现在的黑棋呢 先吃一个 这个得粘上 然后再并这个 并这个也是非常狠毒的一手棋 啊 就是要把你这个先杀了 并 然后白棋只有顶这个 嗯 黑棋退在这 对 这把我这个 嗯 连接的这个路也先切断了 应该说这个时候 把白棋吃掉之后呢 黑棋真的是要赢了 嗯 黑棋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嗯 只要黑棋这边和这边 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黑棋真的是很难输出去了 这盘棋 那是不是白棋又反过来 又要杀黑棋了 白棋现在打入 要从这儿开始寻求头绪 来做这边的文章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 对于小贩来说 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小贩得拼搏了 那就是说人家 只要把这个活了就行了 是吗 对 黑棋呢 从此之后呢 连续错过两个剩计 第一个呢 就是黑棋在这儿 其实可以忍耐一下 嗯 比如说黑棋 就 压一个 就可以 那白棋想干嘛呢 白棋 应该连贯的手段是斑 是斑 如果你断 那是加吗 哎 如果你断 它就顶过来了 这下一手剑合不行 这时候黑棋就忍耐 就加 白棋接 黑棋就渡过 这个时候只要忍耐过去 没有问题 你斑 就加过 这边的大龙不会有问题 因为你不敢粘 你粘它一尖 一冲过来 黑棋是不会死的 对 这是黑棋第一个机会 只要这忍耐就可以 实战呢 吹正汉虎节 这个下的有点 稍微有点过分 白棋跳 黑棋冲过来 黑棋冲 嗯 然后白棋接 你这还得断 这个地方 对 这个还是不能被粘出来 它接 你再加 然后就变成 就变成打结了 打结呢 也不是不行 这时候 吹正汉又有点松懈了 吹正汉应该继续去 跟黑棋去 跟白棋去拼结 去找结 实战 吹正汉随手在这一粘啊 吃这盘棋的最后百招 被白棋把这个吃掉了 这个黑棋在局部 损失惨重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现在黑棋顶这个的时候啊 吹正汉没有注意 小贩有这个尖的妙手 然后他把这个沾上 对 这边一做活 黑棋这边啊 断不掉白棋 非难断不掉白棋 自己还得后手连回 自己还要后手连回 这个时候 吹正汉在独秒声中 等于连续下出了这两个白招 对 连回之后 白棋是要先手搜刮 这个先手搜刮 非常的舒服 等于把全盘最大的关子 给占到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已经立短了 现在尖一下 还是先手 嗯 挡上 再把这个收刮 哎 搬粘 搬粘 要把中间这个连回来了 是吧 对 先打吃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再连回来 白棋下到最后一手 棋大关子 嗯 黑棋呢 挡了一下 这个挡和这个粘是建合的 对 搬粘 全盘的大关子呢 意外的少 最后 小贩地在这儿 也是表示 非常深厚的 这么一个基本功 嗯 后面呢 虽然还有一些关子 但是因为都是 三四目的小关子了 这个时候 白棋是胜局已定 最后 小贩是 已有四分之一 或胜 四分之一子或胜 旁边四目 实际上只有 对 那这盘棋呢 我觉得也是 小贩发挥 非常出色的一盘棋 是的 是的 在这个与崔粘汉的 这种强强对话中啊 以斗粒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变化的 这个棋局啊 完全不落下风 嗯 就是虽然还是 被崔粘汉吃了一点 但是它又 急时的冷静啊 又吃回来一块 是当之无愧的 铁主将 是 嗯 对 好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 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文评论道呢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亲密朋友 咱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